大家好 我是大山 最近发现了一些水果直播间的流量密码们 快快拿出来 这波天的流量我得接住了 它们是野外求生中的神 吾水神器 芭蕉星 让黄瓜和流油果都沉默的 巨型流油果 最后是可食用的线远掌 这身也够冷门 够邪乎的 为了流量你得上啊 外面这层皮得剥了吧 我看过直播哈 这个得吃里面的心 剥好了 来听听这山是不是很解压的感觉 我现在嘴里像个盘丝洞一样 这个巨能拉丝 而且水分巨多 但是 一点味都没有 这个像在吃甘蔗吧 但是又比甘蔗脆很多 仔细咀嚼吧 味道有点色色的 怪说不得那些煮锅边吃边喷甜甩 我看他们说这玩意儿 以前是拉丝味猪的 现在都不把握当人了呗 来来来 你再尝尝这个巨型牛油果 应该还不错 这个到底是黄瓜劈了腿 还是牛油果出了轨 外形像黄瓜 但播开确实是家常版的牛油果 我觉得挺好吃的 质地很绵软 但是吃不来牛油果的吧 就可能像在吃猪油一样 但是 但是什么 我说这玩意儿是转精英水果 我发现你今天就是来取我命的 扎盐凶小子 真做起来 用最后这口气 尝了这个仙人掌咋样 你确定能吃哈 可是用仙人掌 我要生命蛋饱 先来给他剥个皮 先来尝尝不蘸白糖的 吃着还挺清脆 但嚼起来的口感像吃鼻涕一样 黏了吧鸡蛋 你看不到鼻涕傻味 看来鼻涕没少吃吧 这就告你不要乱讲发啊 我告你毁谤知道吗 再来尝尝蘸白糖的 这下有味儿了 但只好吃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的表情挺勉强的 确实 咱们还是相信老祖宗严选吧 这些水果 没出现在我们的食谱里 是有原因的呀 在直播间看看圈儿就行了 你们可别买了啊 对了 屏幕前的聪明鬼们 还有什么奇葩事物 想让我给大山吃的 请订阅留言哦 请订阅留言哦